我们现在要进展到 Office日常工作的整个应用 在下午的课程 我想一刚开始 我要介绍一点 以下的新增功能 尤其是预测工作表 预测工作表 是它一个很重要的新功能 如果你知道 它有这样新功能 你到时候可以 藉由预测了解 未来可能发生的数字 会是多少 这样相对的 在你的工作上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的 那预测功能 其实在我们讲义里面 我看一下 对 那个预测未来结果 预测未来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如何做到预测未来结果 这个预测值呢 首先我们可能第一件事情 要打开我们的Excel范例 我给各位的Excel范例 叫做超市范例 麻烦快点两下 把它打开来 好 麻烦请打开 我给各位的范例 超市范例 这个范例 那通常我们来去做预测 举例来说 你在预测之前 你应该会做一些基本的运算 什么叫运算呢 举例来说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订单的日期 它可能发生在2013到2016期间的订单 然后这边后面是不是会看到有销售额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可以知道 各年各季各月的销售额 这时候我们就不禁想要去问一下 既然我们知道2013到2016年的销售额情形 是不是就会想要知道说2017年的销售额是怎么样 2018年的销售额 拆一拆会是怎么样 好 那我想首先你可能要先会算 2013年到2016年的销售 怎么去算出来呢 好 所以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第一件事情 将滑鼠游标 将滑鼠游标落在任何一格储存格 记住 我们应该是要先算出来 2013到2016的销售情形 销售额的统计 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电脑提供预测的功能 提供继续帮我们算出来 2017年的销售情形 所以点选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去做2013到2016年的销售统计 所以点选插入数秒分析表 因为我们要去做分析 所以点选插入底下的数秒分析表 不要选到任何一格 不要选到一栏 只能选到任何一格 注意我再一次要强调 你可以选到这一格可以选到这一个随便一格 你就不要选到这样子 你不要选到这样子 这都是不对的选法 只能选到一格 它就自动扩大选取范围 然后插入数秒分析表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说选择你要分析的资料 对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点选确定 它会自动扩大我们的选取范围 从A1到T101 所以点选确定 接下来我是不是想要算各年各月的销售 所以第一件事情 有各年各月的资料是不是就跟日期有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的定义是以有订单来去做计算依据 所以我们就勾选订单日期 而不是以发货 这两个会有时间差 看你认知的是以订单为计算标准 还是以发货日期为标准 然后接下来随时卷轴 这个拉下来去找什么销售额 所以请勾选销售额 这样我们是不是算出各年的销售 记住哦我们只勾了两个 一个是列里面 它会自动放到列里面 我勾的是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呢 蓝 蓝里面我勾的是什么销售 对不起应该是值 我勾的是销售额 它会自动帮我放进去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这个时间 时间它会自动帮我算出来 这里面是哪一季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动手做一件事 点它 点2013年 第一季的左边这个加 也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2013年第一季 这三个月的销售额 那当相对的 我们要把第二季打开 第三季打开 第四季打开 接下来呢 麻烦请勾选 2014年 把这个2014年打开 2015年打开 2016年打开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把枢纽分析表做好了 通常我们不会给别人看枢纽分析表 我们会给别人看枢纽分析图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枢纽分析图 点一下 确定 这是我们目前 目前看到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没问题哦 可以吗 请问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可以吗 因为我看这边是个OK的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展到月 为什么我们要展到月份 因为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只有2013 2014 2015 2016 4年的资料 请问如果说我今天我只告诉你 4年的资料 4个数字 你要猜第5个数字 你觉得猜的准不准 不准吧 比如说 9 18 26 3 第5个数字是什么 不晓得 可以了解吗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告诉你 30个数字 然后你再去猜第31个数字 我觉得这样猜法会比较准 同意吗 统计学 而且是一刚开始我们了解的 什么叫做大数法则 他就说至少你在做基本统计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30个样本的重要性 对吧 应该很久以前 这个要是你不会后面都不用学了 30 因为你今天你假设有4个数字 跟30个数字 哪一个预测会比较准 刚是30个 好 那你想 我有4年的资料 那请问你 如果我算到记的话 我只有几记的资料 16 是不是还是小于30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什么 月 可以了解 所以我是不是下探 就是一直往下钻 一直往下钻 钻到月 合不可以用日 可以吗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可是你要知道说 当你今天做预测的时候 预测的时候 我只是要让你看一下 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预测 就是预测 2016年 这边12月 是不是这个数字 那我是不是要预测 所谓预测是指什么意思 预测2017年的1月 对吧 它的销售额是多少 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数字 请问一下 你手上一定有资料 对不对 而且一定是连续性的资料 每个月的资料都有 可是你会不会想要预测下个月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会吧 会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就要教你这件事 请问一下 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精彩539的必开奖的那个号码 你现在还会坐在那边听我讲话 听我讲这些怎么算吗 听得懂吗 就去买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过着什么 咸鱼也喝的日子了 我是要告诉你预测真的很重要 所以它变成新功能 你一定要学会 因为它预测一定是其来有志的预测 好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统计 这个统计 大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波浪状 波浪这边慢慢这样增加下降 然后又慢慢增加 然后又下降 然后又慢慢增加下降 然后到这边 好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整个趋势是往上 例如说 滑鼠右键 我随便点一个好了 我随便点一个 你可以不用跟我做 滑鼠右键 随便点一个 新增资料 加上趋势线 你有没有看到 它逐渐是上升的 有看到趋势 趋势线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 就请参考我的 ecell课程 因为趋势线 通常是我们目前台湾 比较不会做预测 就拿趋势线来去当预测 可以了解吗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预测这边 它有公式告诉你 那你既然有公式的话 你是不是就等 就等于说 把那个什么 7024乘以这个x 请问x现在要乘多少 你知道吗 乘多少 提示一下 48 49 50 51 请问这x要乘多少 49 49 49 迎新的先生 49 第49期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算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算 2017年的1月 请问是不是第49期 可以吗 好 不过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请去学easell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教你 整合 不是要教你那个easell 这是easell的观念 我现在教你的是预测 预测更重要 请问一下 预测它是不是会帮我们算出来 说2017年的1月是多少 那以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预测 这个逻辑师回归 就是一个最简单预测的方法 台湾有八成以上的企业 都在用这种方式做预测 也不能说不准 反正就是在那个浮动的区间就对了 可以吗 你要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做预测的工具 这是你一定要会的 可是我们现在要算一个更精准的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更精准的算法 好 我们现在看看怎么做 接下来要跟着我一起做了 首先 首先请把2013年就是开始选 选到最后一笔 就是把那个资料表 资料表选取起来 会选吗 从2013年这一格往右边选 往下面选 选好了吗 选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一下复制 复制 然后麻烦请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我只要贴直 我只要贴直 确定 好 贴好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两格 这应该说四格 删掉 就是选到他 把鼠右键 删掉 删除 下方储存格 上移 这两格也要删掉 那既然那么多格要删掉 我可不可以按住Ctrl键 先选 这可能有一点点难度 选到这些格子 把它通通删掉 然后滑鼠右键 删除 下面储存格往上 其实你这边就变成 2013年1月到12月 2014年1月到12月 2015年1月到12月 2016年1月到12月 可以吗 这边有一点点难度 所以稍微等你们一下 当我们要去做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时间资料要是连续的 请问一下 1月过来是2月 没错 2月过来是3月 没错 11月过来是12月 没错 12月过来是什么 隔年的1月 隔年的1月 对不对 有没有加隔年的 有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把年月标出来 我们必须要把年月标出来 例如说2013斜线1 这就是2013年1月 可以吗 只是这个日期表示的方式 日期表示的方式 Generally 1月后面是2013 2013的意思 接下来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直接快速点两下 看得出来吗 就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先输入2013斜线1 Enter 它就变成很标准的年跟月 然后记得把游标移到这一格的右下角 快速点两下 它就整个算完了 就整个修改变成标准的连续的资料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8、9、10、11、12 然后接下来是2014年的1月 2014年的2月1次可以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你游标放在这里任何一格都可以 去做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资料预测工作表 基本上它已经做完了 基本上它真的已经做完了 建立 刚刚我们的资料在这里 在工作表1 然后因为我点了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点选建立的时候 它会建立预测工作表 所以预测工作表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2017年的1月 2017年的1月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2017年的1月是不是这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多少呢 238,000 238,000 这个数值有看到吗 238,000 我不用请你记多 我只要请你记这个数值就好了 238,000 好记住了 238,000 就是2017年的1月 它预测出来的数值是238,000 OK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是用 就是很多公司都在用的预测的方法 它是不是就会把这个公式带进去 也就是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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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4乘以49加上多少163873 请问算出来是508,000 有听懂吗 这个算出来的偏差绝对是很高的 有听懂吗 你看嘛 这个点距离这个预测那个虚线 有看到是不是距离很遥远 对不对 这就代表不准 可是 可是现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它是用移动平均法算出来的 例如说三期移动平均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数值会比较精准 好 或者是我用另外一招呈现给你看 我现在我想要修改这个预测工作表 我现在想要去修改一下这个预测的工作表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 时间轴 时间轴 好 这是它预测的结果 这都是实际上最后一期的结果 这是2017年的1月 是不是算出来是351,257 然后最低的信赖区间在这边 最高的信赖区间在这边 好 这是它的趋势预测 只有35万 跟50万比起来 差了1万里 所以这种这种的趋势预测不太做 请问你们有听懂这一段吗 我建议你们真的回去可以去听上一期的 因为上一期的着重是在office的整合应用的 是资料分析的这一块 可是这一期我想要交的是更多其他的功能 像等一下你会听到什么 那个像合并列印也很重要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台湾的非常多的企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预测 这个预测是不精准的预测 可是Excel他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比较精准的预测 我现在呢 我现在为了让你们看到比较精准的预测 所以我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重新做一次 首先 首先我点选 点回来这个工作表1 这一格2013年的1月或随便一格都可以 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我 你应该知道这是蓝色跟红色 红色就是预测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结束的时间点落在 2018年的9月30 就是我留最后三期 我不要当做是正式资料 然后我只计算到这个地方 后面就是他预测出来的 我们看看预测准不准 我们通常会把那个假设四十八期的资料 我把例如说四十期当做是训练资料 训练资料 那最后最后例如说八期我当做是一个测试 测试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可以了解 我现在就是要让你们看看这样子的结果 假设我的预测结束 结束的时间 我不是落在2018年的12月1号 因为我是不是只有给他月 我只给他年跟月 所以他就取到当月 那如果我把它改到2018年的9月1号 对不起 2016年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这个不用动 这只是后面预测 要预测几期 等一下 我再把这边打开 预测的开始有看到吗 我把这个预测开始 不是动这个预测结束 而是预测开始 我把预测开始落在那个10月1号 好不好 2016年的10月1号 好 我现在要讲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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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实际上所有资料计算算到这个时候 算到这个时候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个是2016年的11月 真实数据 真实数据在这里 但是预测值是不是在这里 可以吗 红色是预测 或者是我在多多几期好了 比如说从7月1号 就是我预测开始 我是从7月1号 我给你们去看这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什么意思呢 蓝色线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蓝色线是真实的数据 然后呢 红色是不是预测的 请问你觉得这样预测准不准 这预测已经很准了 这样子的预测已经非常准了 请问你预测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是能够很接近 那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呈现的这件事吗 好 那所以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 那我把这个95信赖区间 好我还是设95好了 只是我不想要他算结束算那么多期 我只算到结束预测到 算一年就好了 12月1号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最后一期 然后接下来预测 是不是一起上升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下降 真实的数字是下降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也是跟着下降 然后接下来有微幅的上升 预测是有微幅上升 是不是这个点蛮接近的 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请问越远是不是会越不接近 越远他可能距离会越遥远 所以这边预测开始 我把它改一下 好我把第四年的资料全部都不参与 我就是用前三年的资料来去做预测 你有没有发现一月是不是整个往下降 只是没有降这么多 二月几乎是一致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优点就是几乎都是一起上升一起下降 就是很接近那个值 但是这边有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预测你有必要把这一块了解清楚 真的对你们很有帮助 好 这个预测工具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边只是为了让更加精确了解 所以这边有一个预测的结束日 还有预测的开始日 预测的开始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地方想成就是训练的资料 这边就是测试它到底服务符合我们预测的结果 他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趋势分析 而是用三期的移动平均算出来的结果 那至于什么叫做移动平均法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再去上网 Google以下这个知识点 好 那我想这个预测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其实这边他就已经有讲了 看你要自动增测是手动设定 然后他用的是内插补点 还有平均值 好 有看出来 这样子应该是一个蛮精确的 所以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数值 这两个数值 它其实有蛮接近的 不会说差距很遥远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透过刚刚那个公式去算 那数字的差距就蛮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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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者哪一个会算得比较准 当然是现在这一种 所以建议各位把资料底下的预测工作表 好好地学一学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个 这个其实你应该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以前我们是不是就画直条图 或者是圆形图折线图 其实以前有很多很多种图 这边都包含 然后可是它多了几种特殊的图 像例如说建议图表 还有这个叫做树状图 树 树状图 这个叫做瀑布图 可是我现在我想特别先教你瀑布图 这件事 瀑布图 我们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每一年它可能销售额 会有高高低低的起伏变化 可以接受 每一年会有高高低低的起伏变化 所以我们可能会拿 这一期跟上一期来去做一个比较 比较什么呢 比较就是说它的差异 也就是说这一期跟上一期来去做比较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到的就是瀑布图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瀑布图这件事 那首先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各期各期各期的一个就是说销售额的表现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直接点 要跟着我做了 来请点回来订单 订单 然后插入 然后插入 鼠钮分析表 我现在要去做 用瀑布图呈现 各季的一个掌叠情形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刚刚看的是销售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获利 获利 怎么看获利呢 当然就是用订单日期 然后我们的值看的是利润 可以吗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有算出来就是各年各年的一个利润 好 那因为这只有四期可能比较好来去说明 所以我们就 我看一下这样说明好不好 这样说明 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复制 不要总计 不要总计 就是只选到这上面的这几个 然后复制 常用底下有复制 好 选择性贴上 贴在这边 选择性贴上 贴值 然后确定 我们现在是不是等于就是说 2013年有多少 2014年有多少 因此类推 好 那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可不可以去画画什么图 瀑布图 第一个就是瀑布图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瀑布图 什么叫瀑布图 在瀑布图这边 我们可以看出来 2013年 是不是差不多 为了我们计算方便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三位加一点 去掉小数位数 所以这边 2013年 是不是总共三十七万五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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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是 他增加了 四十七万三 2015年又增加了 六十二万二 然后2016年增加六十八万四 他的意思是这样 逐渐的增加 而且越来越多 他是不是就画出来像一个阶梯状这样上升 可是 如果说 如果说 2015年的利润 假设我现在 我换成 负二十万 这个 这个 2015年 如果我的利润 我改成 负二十万 你看 会变成什么样 负 就是一个减号 减二十 二十万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边 这边 从 2013年 变到2014年 是不是都是增加 都是增加 可是 到了2015年 他减少了二十万 所以 往下 减少了二十万 然后接下来到了 2016年 是不是增加了六十八万四 所以 减少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边其实有一条线 这下面 这下面其实有一条线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接在一起的 他从这个地方 开始往上增加 六十八万次 好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互布图 他整个 可以这样子想象说 这是一个0 然后最后到 最后 变成说 我们要把这些数字 全部加总起来 变成 1 1.33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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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在这个地方 1.33个亿 有看到 最后的种子 是这个样子 好 那 这张图呢 可以让我们看出来说 例如说 2014年跟2013年 来做比较的话 他这一期有成长 而且超过百分之百 那这一期 2015年到2014年 比较的话 他没有成长 而且他是衰退 衰退 衰退了 减少了 例如说 20个万 20 对 20万 可以知道这张图 所代表的意思吗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去看成长 消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图 叫做户户图 户户图 户户图 我们先把比较困难的图 讲完之后呢 好 然后接下来我想 就直接开始介绍 所谓的整合了 这个范例呢 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我们先不存档 不存档 离开好了 我们先关掉 不要存档 我现在想要先教你就是说 我们早上是不是有跟你谈过 那个整合应用 你举了一个例子 Word的标题如何传送给 PowerPoint 对不对 我们教了这个范例 我们现在要开始谈的就是 两套软体之间的关联性 好 我们先谈一下 早上我们谈是 Word 跟PowerPoint 当然 还有PowerPoint 跟Word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 基本 资料 和基本资料 和基本资料之主文件 和基本资料之主文件 我有给你们这两个范例 我想先跟你们谈 合并列印 和并列印 首先 首先 合并列印 其实它就是透过有一个基本资料的主文件 再加上一个Excel的资料档 所以这两个档案的结合 一个是Word 一个是Excel 所以这两个如何把它结合起来 产生信件 信封 好 那这就是合并列印的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快速点两下 基本资料之主文件 好 因为这个档案是第一次开启 所以它是不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点选 启用编辑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张基本的主文件内容 通常我们在写一封信的时候 会不会把它的姓跟名 尤其是名字写在这边 例如说某某先生您好 或者是 例如说王先生您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 是不是在基本资料里面 记住 这个基本资料到时候要请你关掉 所以我们可以显示 比如说 例如说 理查先生您好 曹先生您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十个人 我们就应该做出十页的信件内容 怎么做这个信件内容呢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点选参考资料 对不起 在邮件里面 邮件 我们现在不是要做 不是要建立信封 建立标签 都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启动 合并列印 启动 合并列印 这边有 它说启动 信件 电子邮件 还是信封 标签 目录 一般或的文件 甚至它还提 它还提供了合并列印精灵 那我们现在要用的是 一般或的文件 一般或的文件 就是一般信件 一般的信件 所以你可以选择信件 或者是一般或的文件 所得到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点 一般或的文件 启动合并列印的一般或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呢 选择 选取 收件者 在选取收件者 我们就必须要用 刚刚那个 ESEL档案 那个 ESEL档案呢 ESEL档案不是 借由 建入新清单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 现在马上建立一个 新的 ESEL 资料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用 建入新清单 而是使用 现有的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 的意思就是 好像开启旧档 开启已经存在的档案 所以点选 使用现有清单 我的清单 放在桌面 OBIS 的基本资料 所以麻烦 请你们选到 这个档案 就是你可能是放在 低磁叠基 如果你没有低磁叠基 那可能就是在桌面 桌面 桌面 桌面有一个OBIS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当我选好了 基本资料之后 他这边说 选取的一个表格 是工作表1 因为这里面 只有一张工作表 还有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标题 所以这边预设是有打勾的 他会侦测你的资料 有没有标题 所以直接点选 确定就好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选取收件者 就叫进来了 其实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我点选 他做完使用现有清单 这边有些东西会变成黑色 本来都是灰色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插入合并栏位了 所以游标落在这个名号的名前面 然后点选插入合并栏位 首先我们是希望呈现什么什么先生 对不对 或是什么什么小姐 所以呢 性一定要插入进去 性一定要插入进去 好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性识 性识就在这里 有了性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透过性别来去呈现 他是先生还是小姐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叫规则 我们就点选 因为我们现在男女的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辅 一辅这个函式 因为我们是不是男生 我们要判断为先生 其他我们就设为 小姐 所以这个判断 是不是叫if 所以点选if 人 else 点下去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功能变数要用性别 如果性别等于比对值 这标准要输入正确哦 这边比对值要输入什么 男 所以来请打字 打字 动一下手 打男这个字 可不可以打女这个字 可以 可以 只是如果你打这个比对值是男的话 这边就麻烦请输入先生 那如果你这边填的是女的话 你这边就要输入的是小姐 对不对 好 比对值是男的时候呢 我们就呈现先生 否则就是博士男生的话 那我们就填小姐 女士好了 女士 然后确定 好 他这边带了一个某某某先生 您好 好 那这边有一个叫预览结果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 那这边说第一位 第一位 他叫理查先生 那你可不可以看第二位 他叫曹先生 第三位乔治先生 第四位皮克女士 可以吗 这个预览 预览 预览结果 可以点下去之后 来去观看一下 所以点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 关掉预览结果 就变成姓氏 女士 好 因为刚刚落在第四里 好 然后最后呢 最后我们就点选这一个 这个完成与合并的意思 看你是要用电子邮件寄出去 还是你要把它列印文件 就是把它印出纸本 然后到时候寄信寄给别人 那通常以前我们都很 很多人都会使用 不管是用寄信的方式 或者是现在不流行寄信了 现在可能用的是电子邮件 可是电子邮件 会发现 它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 像中华电线 我记得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 在地服务啊 就是它会发送那个 简讯到在地区域的 手机号码上面 我倒觉得 这边也可以结合 看怎么结合 那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列印文件 列印文件 就把它印出来 变成纸本 然后我们先列印记录 选择全部 连选确定 它就要准备把它 一张一张印出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关掉 那完成与合并 这边还有一个 叫做编辑个别文件 它就是不列印 但是要把它做成一页一页的 一个长文件 所以我们点选 编辑个别文件 然后 一样合并记录是全部 那我们有十个人 就会有十页 比如说现在 好 只有九个人 你看第一个人 理查先生 第二个人 曹先生 第三个人 乔治先生 第四个人 皮克女士 好 以此类推 到最后 最后 总共产生了九页 第九页 雷克斯女士 你好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就是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那合并列印 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信件一 这是可以列印出去的 或者是 你看要不要透过电子有键寄给别人 这是不太会搞错的一个做法 合并列印 因为传统我们是不是就请工读生去写 那请人来去介入去写 他的缺点就是人写的会比较慢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变成就是说全部都是自动印刷 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会比较好去完成 这就是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有一份Word文件 这个是主文件 就是信件内容 还有一份是什么 资料文件 资料的话就是里面可能是我要寄给谁 好 这就是两套软体之间的合并运用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合并列印介绍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重点就要强调就是说 当我们间跨软体之间怎么去运用 好 我们 这两个范例都不用存了 Word把它全部都换掉 我现在要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各位 我们 office 40招 office 40招 这个档案 你现在有没有开启 如果有把它关掉 好不好 如果有 我们现在先把它关掉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要请你重新打开 可是请你要拼好 我请你做的时候你才开始做 好 来 麻烦请打开office 40招 对不起 因为我的范例整个重新都下载过 好 我现在要教你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游标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 落在一刚开始的地方 好 当你第一次打开 当你打开我的文件 它一定是落在第一页 第一行 第一个位置 对吧 请问你想要知道 上一次 例如说 假设三天前 你曾经编辑过这个档案 你的游标 落在什么位置 你想要知道这件事 好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给你看 例如说 我现在我的游标 我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会议管理篇 第16的标题2 我这边我输入一个惊叹号 然后我就储存档案 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塞入一个符号 或是打一个数字123随便 好 例如说我先输123 好 储存 这个档案我是不是做了修改了 对不对 好 关掉 你看一下 这个Office 2010 PIP40张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2点57分 就是刚刚做过修改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我再下一次开启 可是我想要知道 除了他一定会放在第一行 第一个位置 能不能回到 曾经过最后一次编辑的那个位置 好 好 来快速点点一下 你看哦 他说 你先前离开的地方开始 我们现在不要点他 我们现在不要点他 现在游标是不是落在这边 能不能快速跳到 曾经我最后一次编辑的那个位置 请问怎么跳过去 不是 点这边也可以 点他也可以 可是他有快速键 而且这个在以前本来就一直都做成是隐藏版功能 是现在变成 变成一个好像好像还蛮不错的功能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刚是不是透过一个快速键 然后跳到 现在游标是不是跳在这个地方 有听懂哦 我按什么按键 你们要不要猜猜看 我按两个按键 所以其中一定有一个Ctrl 或Auto 或Shift 对吧 答案是Shift 再加一个什么按键 导致你们猜十次都猜不到 他叫做F5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Shift 加F5 看能不能跳到上一次曾经做的那个位置 那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决定来说好了 昨天 昨天我最近在赶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那个 例如说每天我都在赶 然后呢 我就想要知道说 昨天晚上 我赶资料 我做在什么 做到什么地方 那我今天呢 我就可以接着 从那个地方 开始继续往后 来去修改 我的计划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就可能很希望了解 昨天啊 我曾经 修改到什么地方 而不是加一个数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先秘密 Shift 加F5 可以快速到上一次 我们的资料 最后一次 最后的资料编辑的位置 然后 树村 离开 好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份 office40招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 请各位 我觉得 不要大家都做一样的位置 反正你就 例如说 我现在到15 我现在是不是到15 一场重要的主管会议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去 删掉几个字 一场重要的主管会议 先删掉 就是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删掉 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在哪几个地方 你曾经做过修改 有听懂吗 假设我今天我有一份文件 我寄给我的指导教授看 也寄给我的老板看 就我的老板他可能修改了内容 你想不想知道他动了什么地方 你想知道吗 想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我就告诉你说 他动了哪些地方 来 我再随便到后面一点点 刚刚是删除嘛 我现在加入好不好 输入123 可以吗 我加入了123 我随便挑一个位置 我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十个指标题 然后 这个地方我输入了123 我刚刚有删除 现在是插入 好 请各位一定要记住 要把这个office事实招 要把office事实招 另存 好 例如说档案 另存 透过浏览 存成什么呢 office事实招 2 或者是今天日期 2019 09 03 就是说 这个档案跟这个档案 是不是99.5%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正因为几乎都一样 可是你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哪里被动过手脚或修改 看不出来吧 对不对 可是你想不想知道 当然想啊 好 我们先把它储存 好了 关掉 反正你现在是不是有两个档案 所以我们要用它很重要的 比较文件功能 请问 请问 这也是那个档案跟档案之间 档案跟档案之间 是不是也会有整合的问题 你就等于说 我整合了老板回馈给我的意见 你会希望说 你会希望说 你把档案寄给老板 老板开追踪修订 修订完毕 告诉你说 这边我有修改 然后你按接受或拒绝吗 你觉得老板有可能这么厉害吗 不可能吧 连你可能都没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又想要知道 这两份文件的差异 好 首先请打开Word 你们会不会打开Word Word它在W的位置 所以点选开始 点选开始功能面 然后点选移到W的位置 W 然后找到Word2016 空白文件 好 请问一下 您觉得 你觉得 Word 比较文件 它是属于哪一个功能标签的 它是教越 教越 教越在这边 很难得会介绍到这一个 不是这个功能真的太重要 教越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比较 比较 有看到 比较 我们一般都是用比较文件 这个比较 然后原始文件 我们可能就是叫OBIS 40招 所以我们点选 点选这个 开启旧档名 我的档案是不是放在 我是放在桌面 桌面 桌面 你们自己找 我是放在桌面的OBIS 因为我已经没有BIS 别进 开启 那修订的文件 修订的文件 就是被比较的文件 就是被比较的文件 所以我们点选这个 开启 一般来说 这是你自己的文件 这是老板的文件 好 我现在要用的是 OBIS40招 2019 09 03 开启 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点选 确定 让它来去做文件 比较 好 请点下去这个 确定按钮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我刚刚是不是删掉了几个字 我刚刚删掉一场重要的主管会议 还有我插入了123 可是你要知道说 在文件的什么位置 这很重要吧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插入小美 这里面一堆的小美 到底在什么位置插入小美 这都是重点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会看到 它这边追踪出来 两笔修订 然后我就点选第一个 当我点了第一个之后 这是比较的文件 这是原始的文件 这是修订的文件 各位应该可以知道 原始文件跟修订文件 没问题 这是我们刚预订的 这是我们刚预设的 左边是原始文件 右边是修订的文件 所以我分别设定为 原始文件放的是 是office40招 修订的文件是office40招 2019 09 03 也就是被比较文件 那这边 那这边是不是两份文件 比较 他会告诉我 哪里有差别 所以这边有看到 比较的文件 一场重要的主管会议 这边是会看到一个红色 然后这边是不是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自己去对一下 应该是一场重要的主管会议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以吗 就在这边了 原始文件里面是有的 然后修订的文件这边是没有的 好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123 这是插入的 所以点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在这一行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出现了123 因为插入的结果 它呈现在这边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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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在这边 其他的比较的文件 他放的是修订后的结果 所以 这就是 比较文件 我们透过比较文件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这份文件 跟别人的文件 差异在什么地方 而且 你真的不用奢望说 老板 他告诉你 他在哪里修改 像以前我曾经写 在很多年前写书 有一家叫做 淫辅 不想要在说各位 有没有曾经用过这个出版社的书 我觉得淫辅曾经 做的还蛮不错的 那个PM 因为我太太也有写书 然后 他那个淫辅的PM 他就跟我太太讲说 老师你的第一章有三个错字 但是他不告诉你在哪里 那我们就用比较文件 就直接就比对出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只是在那个年代的Word 他没有比较文件 那现在是不是很简单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你今天比较文件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版 你都已经知道自己的文章 哪里有错字 你是不是就会改对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文字校正 文字教稿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还是透过肉眼的方式来去做 那现在教稿可能就是去看下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破责号 好 这两个Word文件的比较 没问题哦 好 那 这份文件我就关掉了 所以麻烦请 关闭 不要储存 请问比较文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去问 很好 都没有问题 好 所有过的文件都关掉了 我现在呢 我现在想要教你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过的文件哦 他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有些内容他是必须要放在简报里面 什么叫有些内容要放在简报里面呢 决定来说 Word他是会做出一个表格吧 可是有些人他在 他在那个贴表格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例如说我们打开OBIS40招 然后接下来请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表格 这边有一个表格吧 好 那有些人他会比较喜欢 就是把这个表格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里面去 然后来去做简报的说明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 好 来 麻烦请选到这个表格 用滑鼠右键去 然后复制 因为等一下我要整个把表格复制 然后贴到什么 Talcoin的简报里面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希望Word文件里面的表格修改 简报里面的表格要不要跟着修改 要吧 请问一下 我今天Word文件 Word文件是不是有表格 表格做好之后 我会希望Word文件的表格修改 内容修改 简报的内容 要不要跟着修改 要 绝对要 你听懂吗 不能说Word改Word的 简报就归简报的 那请问一下 通常 通常 做Word文件的人 跟做简报的人 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希望就是说 Word原始资料改 简报 资料跟着改 否则的话 到时候 你被动的 说明那个Word文件 那有人说 我该好我的Word文件 我怎么知道你拿去 简报那边使用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好 所以Kill是 Word的表格修改 以PowerPoint的内容 要跟着修改 所以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 首先我们复制 复制 然后 接下来我到简报 好 来我们开一个新的简报 好了 会不会新增 新增 既然我们到这个地方 打开PowerPoint的 然后新增 因为早上 我的那个范例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我只能跟着做新增 新增里面是个简报 假设我今天我做一个 这个 这个好了 这个 木支 做这个简报 好了 好建立 极简 彩色简报 好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新增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然后这张投影片的内容 内容 我们选择 这边不是有很多种版型吗 那因为我要做表格 做一个表格 所以我选择这一种 我选择这一种 就是滑鼠右键 版面配置 我选择这一种 好 请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现在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直接做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刚刚握的 这里面的握的 它是不是就被贴进来 贴到这里 这是你本来就会做 复制贴上 可是 可是 当我今天握的这边 我把 office.com 改成 比如说 office365 请问一下 你觉得简报这边 会不会跟着改 这当然不会跟着改 因为你做的是 复制贴上 好 所以我就把这边先删掉 这边先删掉 那我们要做的是 选择性贴上 我复制了这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去做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Microsoft的文件 物件 你就不能换 你就不能换 你就必须要把它变成是文件 物件 确定 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在这个word这边 假设我把它改成 不是office 是office365 你去看一下 在简报这里面 它这边是不是就跟着改变 变成365 记得要用贴上连结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扣一个365 这个也输入点 扣一个365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PowerPoint 是不是全部都改成 office365 好 那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 当我们今天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 虽然我们做的是选择性贴上 但是你应该要知道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word的里面 它本身 那个修改权不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这个时候 别人修改 我们就跟着 跟着直接改就好了 你不要到时候 例如说 你等待别人告诉你说 我word的文件有修改 不用 这个时候你只要用选择性贴上 包含什么来去贴 贴上连结 贴上连结 这样子的贴法会一劳容易 你掌握 你掌握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 我看每一个人 他们后面那个教学 都会讲这句话 我们下课休息五分钟好了 五分钟好不好 然后再回来继续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整合应用 好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插入一个表格 插入一个表格好了 插入一个三乘四的表格 插入一个三乘四的表格 插入底下表格 然后请选三乘四 可以吗 来打开一个打开这个word 找一个空间 请问一下 如果我现在要放那个中华电信的图片 它会不会破坏这个表格的宽度 一定会 我们来做一下给你看 插入线上图片 中华电信 好 例如说我现在插入这一张图片 你随便找一张图片吧 这张图片点下去之后插入 它有没有变比较宽 我刚好找了一个很接近的 好 那我再重新插入个线上图片 中华电信 好 例如说我插入这一张图片好吧 点一下它 然后插入 请问一下 有没有改变我的表格宽度 有吧 对不对 另外 请问你心不希望我的表格大小已经固定好了 我不希望它因为插入一张图片而产生变动 所以这个时候我先把这张图片先删掉 好 我们接下来我要插入插入图片之前呢 我应该先设定好锁定这个表格的宽度 所以在设计还是版面配置 在设计还是版面配置里面 版面配置很好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地方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地方内容 这个版面配置的内容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请勾选项 表格的选项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把它关掉 请问自动调整成内容的大小 那就是你塞进去一张10公分宽的图片 它就把格子的宽度变成10公分了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一个关掉 它就变成说 我现在表格的宽度设多少 它就是多少 它就不会再动了 然后确定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哦 我插入刚刚那张图片 线上图片 中华电信 然后点选搜寻 刚刚那张图片是不是这一张 所以我点它 插入 请问宽度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我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我再插入另外一张 好 例如说 Hi Nate 好 例如说这一张图片插入 你看宽度完全没有改变 我说的只有宽度受到限制 因为高度 高度无所谓 因为有时候你不希望它破坏整个的那个板 尤其像那个履历表 右上角的照片 你能不能到时候就换来换去 好 一定不行 好吧 因为它不让我下载我也没办法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锁定表格的宽度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一招 记得它的功能在哪里呢 它在表格工具的版面配置 然后接下来你要点选 这个内容 表格的内容 然后再选项 请把允许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把它关掉 然后确定 好 这样子的话 你插入的图片的宽度是被锁定 是被保护的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刚刚也去看了 就是说Word跟PowerPoint的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我现在想考考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晓得能不能成功的做出来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去做一份简报 当我们今天去做一份简报 像刚刚这边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 就是Office 40招的简报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新增了一个 我做 你们不用做 因为我的电脑被还原了 就是 我电脑等于说重新 启动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是不是把那个 标题文字可以快速产生 一份简报 好 标题文字直接快速传送到 PowerPoint去 好 稍微等一下 你们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忘记 对吧 好 那请问你 就是 快速的把 握得的标题文字 传送到简报 没问题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做大纲 大纲知道是什么吗 好 终于跑出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是不是曾经教过你们那个封面页 应该有印象 例如说 档案新增 我 点选简报 随便跳一个主题 好 例如说这个主题建立 然后 接下来我就把这一页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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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贴回去 贴到这边 贴上 那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做大纲 各位知道大纲是什么吗 大纲 这边大纲是不是 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 这个是不是 贴到这边 这叫大纲 就是告诉别人说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Office tip 40招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输入 Office 40招 好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大纲这一页 那请问你大纲这一页 会不会做 你真的要用复制贴上吗 张不要 张不要 这就是现在我准备要教你的 那我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七个张的标题 一传送过来 是不是在Word这边 对不对 我只要传送七个 七个这个标题一 这个是不是要传送过去 这个工作管理 这个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是不是要传送过去 会议管理篇是不是要传送过去 会议管理篇是不是要传送过去 有听懂 有 有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怎么把七个标题传送过去 让它变成大纲业 好 那做法是这样子的 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 这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是标题二 法属右键有一个功能叫做 标题二 选取 嗯 不见了 一期组合标题去做 谢谢 这是组合 你先 你先选到一个 先选到一个标题二 随便选到任何一个标题二 然后 法属右键 法属右键 选 常用以下的这个标题二 有一个叫做 选取相同设定 因为你要是只有选到一小部分 他不知道你在选 什么 所以呢要选到整个标题二 一个标题二 某一个完整的标题二 选好了吗 我的选法是在这13的前面点一下 可不可以在第5 这个标题二前面点一下 可以 选好一个标题二 然后 滑鼠右键 点标题二 点选什么 选取相同设定 共40个 这个时候选到40个 我稍微给你看一下 第4个标题二 也被我们选到了 第4个标题二 有看到吗 比如我刚刚是不是滑鼠右键 选取相同设定 共40个 点它 可以吗 我现在选到40个标题二 请把它改成内文 可以吗 现在就没有标题二了 好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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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它 点标题二 现在这边是不是有7个标题二了 可以吗 7个标题二了 好 接下来 好 请在最前面 请在最前面 最前面 输入大纲 而且要把它设为标题一 大纲 然后把它设为标题一 可以吗 就是有一个标题一 7个标题二 然后我们传送过去 所以就点这个what 传送过去 希望能够把我做出来 希望能够把我做出来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会快速的做出来 大纲页 大纲的投影片 告诉别人说 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什么 你们是不是也要等那么久 好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做完了 大纲页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其实我在家里 这个一秒我就做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电脑 好 我觉得是因为受到 受到网络 就是受到那个防毒软体的限制 好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一页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一个贴上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关掉 这个刚刚好辛苦 要复制贴上7字 现在你看 我是不是直接把它快速的传送过来 而且这不会产生错误 这边这种方式复制贴上 可能会产生错误 所以提供给人参考一下 这样子的话 别人一看就知道说 我今天我要介绍的大纲 有那个简报关键 还有工作效率提升 会议管理 高效文件 然后 档案管理 电子邮件 商业智慧 然后接下来 你去把它做 做一些特殊的smart art 是不是就会让别人感觉 哇 你做的很专业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 大纲要怎么做 然后接下来 投影片的内容要怎么做 所以这也是透过Word 透过Word的方式 然后传送 制作大纲的方法 你们要再继续坚持一下 因为 这边就是要一直讲说 多套软体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Word跟PowerPoint 好 继续咯 请问大纲做完了吗 那 我们 我想 下次我们再继续讲 因为还有 还有Word跟PowerPoint 这边的关系 然后当然 PowerPoint 是不是可以传文件 传回去 我们最后 最后至少讲这件事 好不好 刚刚是不是这份文件里面 有标题 Office 40招 然后有大纲 然后接下来有成功简报 好 怎么做 工作效率如何提升 好 请问 你有没有这份文件 应该有这份文件 那它是PowerPoint的文件 可不可以把PowerPoint的文件 传送回去给Word 可以 绝对可以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只有简报 没有Word的文件 有 像例如说 例如说 我们在写一个期末报告的时候 我们会先几个人 一个组 然后大家分工 然后把什么部分完成 可是我们在分工的时候 会先把谁负责做什么是 那个大纲 我们会全部都列出来 这个时候 谁负责做那一块 就把剩下那部分给完成 所以我们最后是会把这个简报内容 输出 变成一个Word的文件 好 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教你就是说 那PowerPoint的怎么样输出 纯粹把大纲文字输出出去 它图片不输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好这件事情 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简报 我先把这个简报 它叫做简报2 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点选 档案 档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 它会出 建立讲义 建立讲义 这边有没有看到 只有大纲 它就把每一张投影片里面的大纲 也就是标题 副标题 全部传送过去 所以只有大纲 所以只有大纲 然后主要就是将投影片 将投影片新增至Word的文件 你有没有发现它现在 新增至Word 就是PowerPoint的新增至Word 跟早上我们看到 Word传送到PowerPoint的 是不是刚好颠倒 不过请你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我们都是只有大纲 好 确定 有没有看到 Word的这边做得好快 有没有 这就是第一页里面的字 然后这是不是第二页 第二页一刚开始 是不是大纲 大纲里面有什么 成功简报关键篇程 工作效率会议管理高效率 一直到这个 可以吗 这是第二张投影片内容 在接下来是不是第三张 成功简报关键篇 有10个 有10个项目 是不是就这几个项目 然后在接下来 下一张投影片 工作效率 工作管理效率 批证篇 一直内推 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 快速成功的 把简报 传送给Word 那你可以把Word 传送给简报 也可以把简报 传送给Word 好 那我们晚一点好玩的东西好吗 首先我们请各位打开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找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看一份 那个 这次剪报我都先在剪掉 我们来做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产品好了 小小的那个 我们来做一个中华电信简介 例如说新的产品方案的一个介绍 好 来 请点选 请到PowerPoint的去 然后点选档案新增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用配置建议 你看一份简报是不是会有标题 我们就来推 但是一般最便宜的方案是599 现在最便宜一般人最便宜的是多少 那是多少 那是多少 几G啊 3G 5G 488吃到宝 好 488吃到宝 那我们来就做那个488 中华电信488吃到宝 好 所以请问一下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输入 中华电信488吃到宝 488吃到宝 488 488方案 好 来慢慢打字哦 好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这张图是不是显然就不对了 是不是要稍微修改 好 那副标题 副标题看你要不要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速度 速度与优惠 还有 还有 有速度 优惠 然后 就是说 无远佛界 好 你们随便打了 这个副标题 那现在重点 重点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 这一张图片 我们是不是要修改 所以滑鼠右键 这边有变分图片 变分图片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就可以去输入那个 比如说吃到宝 哦 真的吃到宝 没有电信业者的吃到宝 换一下 换一下 上挂 吃到宝 好 假设这一张好了啦 我们就点它 插入 那你可能会发现说 哎 你这张图这上面是会空一点点 下面空一点点 所以我把它往上移动 往下移动 可以吗 那 接下来这一张 像 例如说这边放一个水果不太适合 对不对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张图片 有模糊 这张图片没有模糊 如果你要去做图片的模糊效果的话 其实在图片格式 这里面有一些美术效果 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用美术效果 例如说换成是这样子 或者是美术效果换成是模糊的 黑白 你看 模糊的 看有一种你喜欢的 好 例如说这种 那接下来呢 这边 假设我想要换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的logo 所以滑鼠右键 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 来 请从档案 档案的话 你点这个浏览 我是放在桌面上 你放在哪里 OK 是这里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要放那个手机 放手机 所以滑鼠右键变更图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去找手机 那个苹果公司的手机 一直都没有促销 甚至我到美国去 也看不到苹果手机的 一些什么促销优惠方案 好吧 那我就用这一支 插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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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就 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封面 不过我不是为了要特意讲这个封面 我只是觉得说 其实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封面 还有这个区块 还有这个区块 你不喜欢蓝色 我们可不可以改颜色 这个区块 当然可以改 这个笔色 这个区块 就算你不会的话 都可以覆盖 还有 你 你想不想 例如说 把这个影像 制作浮水印 例如说 我们现在就 我就先刻意把它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复制 贴上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颜色太重了 我只是要把这个当作是浮水印 怎么做成浮水印呢 最快最快做成浮水印的方法 就是 格式 选到图片 选到图片 然后这边有一个图片效果 麻烦请看预设 预设的图片 选这一个 预设 格式 8 它就是 最简单 最简单 做浮水印的方法 有看到 中华电信 是不是浅浅的 在下层 我看到 比如说 这一个 一样 图片工具 格式 预设效果 这个 第八个 记得 记得 请把这个物件 移到最上层 好了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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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是最多人看到的一个停留最久的时间 所以建议各位好好的做 那你怎么做出来就是很漂亮的图案呢 你还不如说用别人已经做好的图案去修改 这样子的话你会很快就很有成就感 好 那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是我们的封面页 简报里面我们需不需要有表格 需不需要有统计图表 当然需要啊 统计图表 那这一页有看到表格 这到时候全部都是在教的 因为简报里面的表格记住一个观念 不管是表格图片 请问当别人修改 你是不是希望简报里面的这个表格或者是图表跟着修改 当然希望啊 好 还有 还有 我必须要再请你们注意一下 像例如说 这个叫smartart物件 做图解释简报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到时候我可能会要告诉各位smart 比如说两组怎么使用 你看 假如说今天你的项目这边 假设你的项目你有三个四个 第四个 你看他这边是不是画了叉叉 假设我这边叫做步骤 步骤四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灰色的 那请问你要怎么办 这时候是不是就不能画了 当然要可以画 有没有办法可以变成四个五个六个 当然可以 所以到时候再跟你分享 所以还有图片变成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假设这一页好了 假设这一页 我们来去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一张线上图片 例如说请输入自然 大自然的图片 我们教你最后做这一件事 这一张图片 插入 好 我现在是不是插入了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里面 这张图片里面 我能不能放置另外一张图片 你记不记得我 我有提供一张图片给你们 插入图片 这一张 这是两张截然不同的图片 对不对 这是两张截然不同的图片 能不能这一张去背 然后把影像放在这边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最后教你这件事 以前你要做去背 请问你要去哪里做 Photoshop Photop impact 对吧 以前啦 可是现在呢 直接在这一套软体里面 就直接做去背 怎么做去背 快速点亮一下 图片工具格式的第一个 就是移除背景 好我现在移除背景给你们看一下 可以吗 有没有找出来影像 你至少插入图片吧 会不会插入图片 就插入图片 然后我的图片 我是放在 这是我提供给你们的图片 桌面 OK 这张图片插入 这样就可以把图片插入进来了 至少先把图片插入进来 好吧 最后一定要办理了 然后接下来呢 怎么样去做这个美女的去背 好我现在做给你们看 首先在快速点亮一下这张图片 图片工具格式移除背景 记住哦 就要把人的上下左右寻举起来 比如说 上 下 左 右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区域是要加颜色加回来的 所以这边有加 那有没有看到 - 目前 目前这边都要加回来 好 那我们就用加 怎么加呢 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接下来呢 加回来之后啊 这边这边还有一点 好 我就直接点 保留变更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把它拖曳到这边 有看到吗 这样子是不是就完成了 完成了 这是躺在那边啊 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影像 可以 左右 左右 对调 所以就旋转 选择 水平 翻转 可以吗 这样两张图片是不是就整合在一起了 连影像处理 简报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你觉得好不好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去花时间来学什么Photoshop 大哥你怎么样做 好 好 可以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今天 你 拥有了这个 Office 2016 然后我倒觉得说 可以做很不错的一个影像处理 包含影像的去备 去备 好 不过犀牛跟 这应该是小小的场景 路还是路吧 好 不过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这也是整合一定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在以前我们学习 影像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这个影像 先放到什么Photoshop里面去备 去完备之后 我们再放到这里面 来去做一些编辑 好 或调整大小 或者是 再做一些其他的格式设定 可是现在 我们直接在PowerPoint里面 直接做去备 不是很好 很好的一件事吗 而且还蛮好玩的 你可以视角 自己手上的一些产品 像比如说 假设我们有手机 然后拍照 拍完之后 放进来 然后做一些去备 你就可以用 现在教你的这一个工具 来去快速完成去备 好 这个范例 我想可能到时候 还是要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 我们还要再继续讲 这张这个范例里面的 那个 例如说 统计图表 两格 Smart Out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整合 OK 那 我想一下今天我们上课 我们还有跟各位分享的一些 那个 除了 餐你喜欢 这我想应该 印象很深刻 下午的时候 一刚开始 教各位 预测工作表 这个 以上的新功能 它在2016年推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都尽以厚望 真的它可以取代我们 传统那个 依照那个趋势线 来去做一个趋势分析 预测 预测 就是 新的一期 它的数字是多少 可是后来有了预测工作表 之后呢 它可以真正的 比较精确的猜 真正的数值 所以这我觉得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设计 后来又交了合并列印 比较文件 两份文件之间如何做比较 好 那还有就是 如何把那个 word的表格 宽度给 锁定起来 这些我想 应该对你的工作上面 都有很多实质的帮助 所以跟你分享 那我想明天早上 我们再继续来去看 尤其是 那个 以色尔跟 Town Point的这边 又该怎么结合 好 我们今天就先 暂时上到这边 明天早上 9点 10分 9点10分 我们再来看 第二天课程 今天上到这边 麻烦各位关机 谢谢